弟兄姐妹,我们一起上天父祷告。 亲爱的阿爸父啊,我们是你的儿女,是称为你名下的几名。 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站立在破口之中,寻求你的面。 为国家人民的罪,认罪代求。 父啊,世界各地都有各样的天人灾害,还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。 我们知道,你正在震动列国。 父啊,我们承认,国家都犯罪,每一个人都得罪你。 离开了你这位生命的主,就如你敬声所说,个人偏行几路。 亲爱的天父,今天社会都乱透了,疫情倡几种种的仇恨,国与国的骂战,贸易战。 父啊,我们的心都碎了,我们无助,我们也变得冷漠。 求你泄灭我们,泄灭我们的不闻不问,以及我们的心,以及我们的国家。 求你的灵敏再次领导我们,领导这个大地。 求你的恩典再次赐给领袖们,将精心祷告的灵,也浇灌在属里的几民。 直到我们的国家被你复兴,直到你的国度降临,直到你的旨意醒在地上。 感谢你,祷告封主耶稣名求。 Amen。 弟兄姐妹平安,今天5月25号,礼拜一。 今天我们会读到罗马书第九章。 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,讲到神对以色列的计划。 这几章圣经牵扯到一些非常具正义性的神学议题。 神的预定,神的拣选。 再短短几分钟,很难说得清楚。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回去好好研读这三章的圣经,因为里面所包含的神学议题,它足可以翻转你整个对神的救恩,祂的爱的认识。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的结尾给了我们一个结论。 他说无论是天使掌权的,或者生死高处低处,都不能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。 为什么到了第九章生,保罗特别要提到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呢? 那是因为有人会问一个问题。 当初神也拣选以色列人,似乎今天抛弃了他们。 那神今天拣选我,明天会不会也抛弃我? 我们对神的爱本来就没什么安全感。 今天觉得神非常爱我,明天觉得祂不太爱我,后天觉得祂又开始爱我一点点,到后天又不行了。 因此保罗在第九章开始解释神拣选以色列的时候,第一个提到的就是, 神当初拣选以色列民,完全与这个民族,他的背景,他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有时候我们看到神拣选以色列人为他们编造出很多的理由。 神的选民嘛,好厉害,为什么神选他们? 因为你看他们多聪明,拿了好多罗贝尔奖啊,他是一个special的民族的吧,你看他们赚钱做得多厉害啊,对吧,他们的也尽钱啊,他们,对吧,把他们的信仰的传统,好多带一直传下来,非常的棒。 这绝对不是圣经正确的观念,保罗讲得很清楚,九章十一节,他说双胞胎没有生下来,讲的是以少跟雅各。 善乐还没有分,神就拣选了,为什么?又要显明神的拣选。 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,不是因为他看到,啊,雅各这小子乖哦,雅各一点都不乖了。 不在乎人的行为,乃在乎呼召人的主。 为什么你信得过神的爱? 因为从神一拣选你开始,跟你的家庭背景,你是否聪明,我在家,我是在一个医生的家庭出生,受过良好的教育,神看到我应该很乖,所以拣选我,我的智商很高,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神一开始,你还没有出生,就拣选你,是因为出于他想要恩待谁就恩待谁,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,这是九章十五节的结论。 为什么你要信得过神的爱,对神的爱有百分之一百,百分之一百的把握,是因为他的拣选,从一开始就是恩典,希望这段圣经能鼓励到你。 谢谢你收看,下次再见。